假如有一天我想偷摸羽毛的屁屁 然後我一直在後面尾隨它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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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挖! 欸~~ 挖挖.. 摸.. 不爽..不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神 今天我們要來買快 我們今天要來打造 沙諾斯的無限手套 哈囉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羽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傑克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 復仇者聯盟室裡面最新 最新版本的無限手套 有沒有看到我們正後方這個小村莊 這個村莊也是Minecraft1.14全新版本的村莊 我們今天就要在最新的Minecraft1.14版本裡面 製作最新最新電影裡面出現的無限手套 這個無限手套咧跟.. 我之前跟羽毛兩個人玩的模組的那個無限手套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個時候我們是裝模組嘛對不對 今天我們玩的這個無限手套咧 它不需要裝任何的模組 也不需要拿任何的指令 你只需要裝裝Function還有材質包 就可以在你的Minecraft世界裡面製作出 我們今天這集阿伯手裡面出現的那個無限手套了 那在今天開始之前啊 如果Bob們喜歡這種有趣復仇者聯盟室的第一台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讓我們知道 看看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突破 來一個.. 無..無限做得到嗎? 可以..給我一個無限的喜歡嗎? 看看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突破無限的喜歡嗎? 看看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突破無限的喜歡嗎? 我們在把更多更多有趣的地圖玩給Bob們看 好 那在今天開始之前啊 我們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們把這個場景啊 把這個地圖給製作起來 旁邊呢 這邊擺了很多很多的戒斧盒喔 戒斧盒裡面呢 有..我們等一下下呢 會手把手教Bob們從零開始製作無限手套的方式喔 首先首先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戒斧盒 是這個白白的戒斧盒 無限手套的製作啊 如果你有看過復仇者聯盟3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它是由小矮人製作的矮人一組 我沒看過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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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唱3的劇情欸 啊 再一提喔 今天這一集Episode可能會有雷到 復仇者聯盟3的一些劇情 還有前面2個已不會有4 所以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沒看4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白色的戒斧盒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準備一些材料 我們的無限手套呢 是矮人一族在宇宙鍛造廠 我不知道它中文怎麼翻啦 就是在一個宇宙鍛造廠裡面 然後揮集了很多很多的能量製作而成 那我們現在呢 不是要來做無限手套 我們來製作宇宙鍛造廠 哈? 對 你沒有聽錯 我們來製作宇宙鍛造廠 我們來製作宇宙鍛造廠 我們要從很前面開始做起囉 好 那宇宙鍛造廠的做法怎麼做呢 如果你看到左邊這個合成方式的話 欸這不是鐵巨人嗎? 對啊鐵巨人啊 這個宇宙礦場它的製作方式呢 就跟鐵巨人很像 可是這樣遊戲要怎麼分辨 它到底是要製作鐵巨人還是宇宙鍛造廠? 對啊 很簡單 就是你在你的世界裡面呢 要是沒有任何一隻鐵巨人的話 你做出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宇宙鍛造廠 那宇宙鍛造廠我們交給.. 交給矮人一族的榮耀羽毛好了好不好 為什麼是我? 你不是艾爾蘭小矮人嗎? 我們走爆你 喔 沒有 我怎麼走啊 那這個就交給你了 那黃金的部分交給.. 捷克好了好不好 黃金的部分交給捷克 黃金就是我們需要的材料啦 那羽毛 我們來這個地方來製作我們的宇宙鍛造 我..都還沒講完這擺什麼啦 你還擺歪了 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 這是鋼鐵毛包手嗎? 不是這樣擺啦 過去這裡啦 欸這是矮人一族的恥辱喔 什麼恥辱? 蓋在這裡蓋在這裡 這裡看起來不錯OKOK 我來鞋裡面留著矮人的基因就是不一樣怎麼會蓋 快點啦 這個時候輕輕把你的頭往上抬 好酷喔 宇宙鍛造場!! 它會集恆星的能量 然後把它的那個能量從這個柱子裡面 搭進去打到這個鍛造台上面喔 那我們要把材料放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在這個地方 把我們的兩塊黃金塊放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材料放置完成了 起碼黃金塊放進去 OKOK 那交給矮人鍛造 這個就是鍛造的那個按鈕了 麻煩你來的 喔沒問題 打咧 完成啦!! 完成啦!! 好酷啦 中間這一套呢 就是薩諾斯的裝備啊 啊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它的左手上面 嗨 它的左手上面 放著就是那個傳說中經典的無限手套 那我先來拿一組裝備 在下一個箱子呢 有我另外複製的兩個宴瓶啦好不好 那我先把這個就是拿起來 OKOK 那我先把這個就是拿起來 也不能夠說是宴瓶 高仿高仿好嗎? 高仿 高仿..高仿就宴瓶吧 好 那我先把東西穿上來 欸 順帶一提喔 今天我們要來打扮的是薩諾斯本人嘛對不對? 對 所以他身上穿的裝備啊 欸一定要每一個都穿起來 才會有那麼大的power 所以我今天就是為了薩諾斯 為了廣大的Marvel的就是影迷們 我就把複複穿上 泰坦套裝! 完成! 然後呢 泰坦人呢 他們還拿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這是什麼? Double Sleet Blade 它的兩面呢 都是刀口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最最最最經典的 無限手套 無限手套 電影裡面的無限手套 應該是拿在左手上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不需要了 好!這個黃色箱子裡面呢 就是我幫大家準備的高防品啦 那大家就可以就是手拿一套 如果BOB們稍微注意一下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們現在無限手套上面啊 一個無限手套上面啊 一個無限寶石都沒有 有注意到 怎麼看? 對啊 還空的 一個無限寶石都沒有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呢 就來踏上我們尋找無限寶石之旅啦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第一個無限寶石呢 是空間寶石 空間寶石是藍藍的 啊 順帶一提喔 我們在許久許久之前 跟羽毛玩的那個無限手套啊 很多BOB們在底下留言區說 阿神阿神 那個無限寶石的名字跟顏色是不是搞錯啦 其實沒有搞錯喔 無限寶石它的顏色啊 其實經過一次大改版 最最最最最原始的呢 也就是上一集我們看到的 是在漫畫裡面 那個才是原著的無限寶石顏色 大家現在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顏色啊 就跟以前漫畫啊 是完完全全部一樣的顏色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版本呢 是電影版本 嗨 電影版本的顏色 OK嗎? 所以它的顏色其實是兩種 而且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第一個看到的空間寶石呢 它是藍色的空間寶石 要如何拿到藍色的空間寶石呢? 很簡單 我們要從ASGOD的手上去奪取空間寶石 ASGOD是阿斯加德人 翻成中文是這樣好不好 那這裡面呢就有ASGOD的生怪彈 可以看到這邊有五個五個 我們要打敗十個ASGODian 我們才可以拿到第一個空間寶石 那..這個部分就交給你們幫我們把ASGOD的人生成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一個一個把他們給幹掉 OK嗎? 我們來看一下ASGOD長什麼樣子喔 在遊戲裡面呢你可以在地獄遇到ASGOD 對ASGODian 那我們就要幹掉十個 不好意思 為了無限寶石 我只能很下心 不幹掉你們 不得好怪啊 最後一隻! 有啦! 我手上這一顆 有看見嗎? 有 藍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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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空間寶石 我們今天的第一顆無限寶石喔 那..空間寶石呢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把它給裝上去 再來! 我們今天的第二顆寶石 靈魂寶石 靈魂寶石比較特別一點點 如果你有看過復仇者聯盟3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靈魂..不是靈魂寶石 靈魂寶石.. 靈魂寶石呢 它的獲取方式是這樣子啦 它必須要犧牲掉一個你最尊重的 心裡的一個人嗎? 還是一個物品? 應該是一個人啦 那在復仇者聯盟3裡面呢 欸 警告巨頭喔 會殺.. 啊 薩托斯.. 我有拿到靈魂寶石嗎? 沒有 靠來 這個路人不是我尊重的啦 在復仇者聯盟3裡面呢 薩諾斯咧 他就是犧牲掉他的女.. 欸不 養女 犧牲掉他的.. 他的養女 對 所以最後他就拿到了靈魂寶石 那在Minecraft裡面呢 你要怎麼犧牲掉你尊重的人呢? 打開這個箱子之後 你看到的是一隻.. 狼 嘿 每個人叫出一隻狼 不~~ 不要 我們在地上輕輕的召喚出自己的狼兒喔 然後想辦法..想辦法訓養牠 那..剛訓養起來啊 不能夠說太有感情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遊戲裡面 經過五分鐘的時間 嘿 帶著牠到處冒險 培養了感情之後 在.. 我不好說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先.. 我們先請牠陪我們一起冒險吧 喔~~ 我們現在看下一顆寶石 下一顆寶石是力量寶石 力量寶石呢是紫色的 嘿 紫色的寶石喔 那力量寶石跟我們前面打XGuardian的方式很像 牠呢 先要打一個叫做Kreeb 一種種族的人類 我們要從牠們身上搶過來啦 那Kreeb沒有記錯的話 牠應該是出現在 星際特空隊衣裡面的那個 就是顏色看起來有點奇怪的那種人種啦 那這五顆蛋交給傑克 你幫我照 然後我們要在這個地方把就是.. 差點碰到他 把Kreeb給召喚出來 來來來來.. 召喚! 對 牠的紫色看起來怪怪的一樣 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我手上Powerstone 力量寶石 有看見嗎? 力量寶石 就在我手上 好 那再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限時寶石 限時寶石是紅色的 所以我先把寶石整理一下好了 然後..我現在有兩顆了嘛對不對 限時寶石呢 也跟我們前面看的那兩種方式很像 不過我們這一次要打的呢 是Elf 那我們就把就是邪惡的精靈給召喚做 我們不太清楚 為什麼限時寶石是要打邪惡精靈欸 如果有Bob們知道的話可以就是科普我一下 其實因為對Marvel不是很熟啦 所以Bob們幫我科普一下 好來 幫我們召喚十隻喔 它就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看著.. 你可不可以不要搶我怪! 哇 被你打死了 限時寶石 手上的 紅紅紅的這一顆 有看見嗎?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限時寶石喔 我手上這一顆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三顆寶石了 再來 我們看到下一顆寶石了 下一顆寶石是時間寶石 欸 我可以用時間寶石 來將時間往前面推很多 這樣子我的狗狗就是我的麻吉了嗎? 可以嗎? 可以喔 這想法不錯喔 時間寶石呢 是綠色的寶石喔 我們要召喚一隻丟臉怪 然後饒恕它 對 Spaire它 這個好像也是電影裡面的劇情 但是我忘記為什麼要這麼做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不要來召喚一隻完完全全有智商的丟臉怪 我們是造一個沒有智商的丟臉怪這樣比較好搞 對 好 所以捷克可以幫我用個黑魔法 幫我召喚一隻就是零智商的丟臉怪嗎? 欸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召喚不用召喚 這邊就有一隻了 哇 我直接把你幹掉了哇 我是沙諾斯!! 哇 退..哪啊 怎麼感覺他會.. 欸我欸 你要不要饒恕它 Yes or no 這個時候呢如果我們選 Yes柔術塔之後咧 它就回到了自己的國度了 然後咧 我們就拿到了timestone 我手上這一顆 再來我們的最後一顆 最後一顆是心靈寶石 是黃色的這一顆寶石 打開箱子裡面只留了一張紙條給我們 前往靈地釜底尋找幻石 大家如果有看過復仇者聯盟的話 應該會知道心靈寶石就是幻石額頭正上方的那一顆 那一顆就是心靈寶石啦 那所以我們要去林地釜底尋找幻石 所以我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我們就全部可以GOGO囉 3 2 1 Ready GO 終於就是林地釜底的大門口了 那我往裡面走 正常來說啊 林地釜底裡面會有召..召喚.. 走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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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走開.. 會有召喚師 那我們為了幫大家省時間 我們在林地釜底的門口這邊放了召喚師的傷怪蛋 那你們兩個幫我召喚個一隻好了 通常如果有遇到..這個叫做什麼啊?召喚師嗎? 還是叫做.. 不是 換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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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級不會記得他們的周圍名字吧 通常如果有換魔者的話呢 他就會附帶一隻換隻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們就幫我召喚一隻換魔者的話 好~~ 打爆他了 我沒有咧 GO! 有! 欸有欸 有! 先解決這個 下來 打啊打啊 OK 換事換事小心換事小心換事 接過一下接過一下 哈! 他是不是要打我啊 來! 有啦! 有啦! 我們換事呢 他就會掉.. 心靈寶石 在我手上的這一顆 然後他一定要有一個.. 這是他的空殼嗎? 對! 這個是已經.. 上..上屍靈魂的空殼囉 他就是在-3 最後的時候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被造了什麼乾巴巴的.. QQ 這個給你羽毛 那我們就回去剛剛那個地方囉 我們現在已經收集到幾顆啦 1 2 3 4 5顆! 5顆無限寶石 好 我們回到了我們的小村莊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拿.. 我最不想要拿的寶石 不要!! 我們回到我們的.. 然後我幫大家調個模式喔 調成.. 別一點 然後去找一下 什麼家的狗狗 對 這是.. 我們家的狗狗 我都已經.. 幫你區號名字了 阿民.. 阿民跟我走 大家..大家跟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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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場景嗎? 因為這個場景呢 裡面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跟電影裡面那個地方很像 來 我們跟著我們的狗狗一起走 GO! OK.. 我們飛的話狗狗應該會跟著走嘛對不對? 那大家幫我往上飛 他呢..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村莊上面呢 經過了一條路 一直走一直走 努力走上來之後 會來到.. 這個地方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就是.. 一座學埃啦 這座學埃的.. 這把他推下去嗎? 就是.. 我們要來拿我們的靈魂寶石的地方 喔~~ 輕輕的.. 把他推在雪裡面 接下來的部分 我就不想說了 GO.. GO.. 我們能要繼續往前走 悲傷的事情就留在後面吧 人生苦短 我必須把你的時間 放在悲傷的事情上面的 太難過了 我們現在呢 有六顆寶石了吧對不對 我們把寶石 一顆一顆一顆 放在我們的手上 然後把無限手套 壓起來 接著 我們就要開始裝寶石了 看著我的手 看著我的手 我要來一顆一顆裝囉 好 準備囉 首先 先把我們的靈魂寶石 放上去 最後一顆 再來是我們的Mine Stone 放上去 再來是我們的Tine Stone 放上去 再來是我們的Reality Stone 最後.. 我被老闆發揮到技能了 等我一下 嘿咻 完成! 無限手套 無限手套 完成! 沒有顆 好 來到我們今天最最最最最最刺激的環節了 在這個Minecraft的版本裡面啊 無限手套的能力 總共有20種 20種能力 20種能力 你沒有聽錯 要用它很簡單 你的道具欄的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第四格 第五格 還有第六格 分別對應的呢 就是六種不一樣寶石的能力 這樣子掐緊算的才六個嘛對不對 但是 每一種寶石的技能呢 又不只一個 如果你按住Shift的話 它會變換它的能力 每一種寶石呢 它有的技能的數量都不太一樣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 帶大家來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是空間寶石藍色的嘛對不對 空間寶石的第一個能力是Proto 瞬間移動 那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我今天使用一次給大家看 準備囉 3 2 1 看著我 你人咧? 我人嗎? 我人啊 我人啊 在哪 在遠處 看著各位 哪裡? 樓上 喔喔喔喔 我看到了 哪裡? 屋裡上屋裡上 為什麼.. 是一個很適合拿來暗殺用的一個技能喔 不管你想去哪裡都可以 那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是這樣子的 就是當你使用的時候呢 你扔啊 會跑到另外一個次元裡面 但是 當你決定好你要出現的點位的時候 停下來 大概過個一秒鐘兩秒鐘 你會就被放下來 旁邊這個地方 很好用很好用 再來我們空間寶石的第二項技能 第二項技能呢 叫做Lift 捷克不要動 就站在那個地方 好 來 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一直被囤送 來 你會把我抓起來嗎? 好可怕喔 我們也可以抓村民 有沒有 一隻抓兩隻 我可以抓村民 但我們還可以變換一點感覺 像是旁邊有一個黑色箱子 來來來來 幫我打開黑色箱子 村民是BOB嘛對不對 BOB很可愛 不可以這樣全部亂揍BOB 因為我好像已經揍死了好幾隻 可以給我一隻可愛的動物嗎羽毛? 可愛的動物啊 對對對 好 看一下喔 你給我一隻可愛的動物 我們拉動物來做實驗好了 好 可愛的動物 來 好 第一隻羊驼 來 假如你不喜歡這隻羊驼的話 你可以下去羊驼 猝猝人 他很可愛 誰能 так做喔 當你擁有無限手套 你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你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的第二項技能 再來第三項技能 這項技能就..跟我走 這不好說 這項技能 是我覺得這個無限手套裡面 最最最最猛的技能 它也是空間寶石的能力 它能夠讓薩諾斯 從星際的不知道哪個角落 把衛星給傳送到地球上來 蛤? 衛星是什麼? 你知道衛星是什麼嗎? 衛星就是Moon 像月亮 月亮就是衛星的一種 土味二也是衛星的一種 看天空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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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天空中出現月亮之後 結果回來 結果回來 我把它暫時切換到力量寶石 力量寶石裡面有一招叫做 追回衛星 來囉! 喔好棒! 隕石了 它會掉下隕石雨喔 這招應該是復仇者聯盟3裡面 沙諾是在跟復仇者聯盟互相PK的時候 有用過的招式啊 很酷 超級超級超級酷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空間寶石上 空間寶石就這三招了啦 再來 我們來看到第二顆寶石 第二顆寶石呢 是綠色的時間寶石 時間寶石欸 它的第一招是男人的最愛 時間暫停! Za! WaLoo! 我們的實驗對象就.. 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設定一個情境 假如有一天我想偷摸羽毛的屁屁 然後我一直在後面尾隨它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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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oo! 欸~~ 不爽了 摸 不爽了 不爽了 這就是第一招時間段 你可以對遊戲裡面的任何的生物 任何的怪物 甚至是村民 甚至是玩家 他都能夠使用時間暫停之術 非常非常非常的強大喔 再來 時間保持的第二招 時間保持的第二招呢 我看看喔 loop loop有點像是時間回溯的感覺 但是是對人的那種時間回溯 所以箱子裡面有一些岩漿嘛對不對 照道理來說 我掛了之後 我會回到重生點嘛對不對 然後東西都不見 但是你有了這個 等於呢 你可以在原地 在生存模式下 自己自創一個重生點 你不需要床 你不需要任何東西 然後東西如果原本的模式是會掉的話 你有了這個loop 東西就不會再掉了 來 請給我一匙岩漿 來 來吧 我去泡岩漿了 哇 沒問題 來 休休休 disconnect ต 完全沒有事!! 我就變成一個無敵的存在了 好 再來時間寶石的第三個! 第三個有一點特別 我輕輕談一下我的小門子 你們就會回到你們的世界 太奇怪了吧 現在捷克還有羽毛他們已經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就是這麼的神奇 好 為什麼我會把他們兩個送回他們自己的世界咧? 是因為我覺得我一個了玩無限手套好像太無聊了 而且一個世界觀裡面只能夠有一個無限手套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他們送回他們自己的平行宇宙裡面 這樣他們兩個就可以跟我們一起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空間寶石的能力 是Reverse 時間回溯 這個也是回溯 不過它比較像是物理上的回溯 我們.. 你找到一個..方塊好了 隨便找到一個草的方塊 然後把它給敲掉 然後按下回溯 超回復欸 超猛!! 這個是時間寶石的第三個能力 再來 我們時間寶石還有下一個能力嗎? 好 那沒有了 時間寶石就有三個能力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三個 第三個是限時寶石喔 紅色的那一個 第一招呢我看看 第一招我們先來個.. 它一樣有一個Revert 那我們就把這個Revert講在一起好了 它其實也算是.. 也算是時間回溯的一種嘛 你知道限時總是殘酷的 所以讓限時回溯一下也很好 但它的回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把他眼前的一個草的地方可以敲爆 然後按回溯 它的確回溯回去了 可是你再過個幾秒鐘你會發現 BOOM 它消失了 因為它只是個幻影 它只是個幻影!! 你可以做一個夾身景 就例如你挖了一個洞 挖了一個坑 然後我對它按復原 當別人走過去的時候 也不小心沒注意到 時間已到 BOOM 它就掉下去了 它就變成一隻困在土裡面的薩諾斯 它就是這麼簡單 暫時 放我上去 放我上去 這個是限時寶石的幻影 幻影回復 那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什麼技能? 下一個是clock clock是披風的意思 它跟我們第一個空間傳送很像 按下右鍵 我們就會變隱形 不過你會發現 你沒有辦法往上飛 你只能夠在平行的地方飛 也要停下來 大概過個幾秒鐘 你就會線性 快 你可以用很快很快的速度 在平面上快速的移動 這就是clock的功能 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限時寶石的能力咧 是transform transform是什麼意思 transform有點像是破壞現實的感覺 你們的村莊裡面有一些村民嗎? 有 只要對他們親切按一下右鍵 破.. 哈? 現實破壞!! 為什麼要這樣 可以把他們變得 完完全全不像是一個人類 就像是這個樣子 奇怪喔 欸欸 有一個小呆瓜它不會變欸 欸 神聖之人! 喔 還是變了 喔 OK 喔 那 把他們變回來也很簡單 輕輕彈子一想 只要切換個寶石 他們就彈回來了 就是這麼的簡單 再來下一個能力 下一個能力是summon bat 這個bat啊就只是蝙蝠而已 不過這些蝙蝠呢是嗜血蝙蝠 在空中對它按右鍵 你可以召喚出一大堆 會吸人血 會吸周圍 生物血量的蝙蝠 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一樣 要把這些蝙蝠召喚回來的話 只要把你的寶石收回來 他們就會通通消失 有欸 這個就是 限時寶石中的一個 算是攻擊手段吧 那你要生產多少多少隻蝙蝠都沒有問題 只要按住右鍵 只要你的電腦夠力 你就可以生產出無限多隻蝙蝠 太多了啦~~ 無限多隻蝙蝠 這是你的蝙蝠大軍喔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把蝙蝠通通殺掉 再來下一個寶石 下一個寶石是心靈寶石 心靈寶石的第一個技能 叫做ERASE 消除 消除是什麼意思欸 我們先到黑色的箱子裡面 拿出一個對自己有傷害的蛋好了 我們拿個殭屍村民 那你們也隨便拿一個你們喜歡的 從道理來說 他應該會往我們這個地方撲過來嘛對不對 我們輕輕對他按一下ERASE 他就更像是 忘記了一切事物一切煩惱 傻傻的不會再追你 YA~~ 他就變成呆瓜啦 好痛喔 我們可以操控他的記憶 消除他的記憶 這個東西啊 一樣是可以運用在苦力怕身上 苦力怕不是看到你之後 他會想爆炸嗎 他可以爆到一瞬間的時候 就讓他ERASE 他就忘記他現在在幹嘛 他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什麼 他偷偷都可以忘記 但是這個東西很危險 不可以對就是路上的燈妹怎麼做 所以我很想怎麼做但是不行 我可以偷偷.. 偷偷ERASE完之後跟他說 我要是你的老公啦 好 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能力呢 下一個心靈寶石的能力是Control 這個..這個就猛了 Control是什麼意思呢 Control共鳴之意就是控制嘛對不對 對 村莊裡面還有沒有村民 還是你們家的村民都被屠殺光了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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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好了啦 我們來召喚 剛剛都有拿一些殭屍嘛對不對 有 這個能力呢 它不只可以操縱友方的生物 它也可以操縱敵人的生物 對你有敵意的生物 它可以操縱喔 那..我們先把時間調整晚上好嗎 好 調整晚上之後呢 我們召喚出剛剛那隻殭屍 之後按下地圖的某一個點 它就會往那個箭頭的方向前進 有沒有 過去過去 有沒有 有沒有 過去這裡 哇超乖 你先下地標告訴它往哪裡走 它就變成一個小隨眾啦 它會幫你咬敵人喔 對 它會幫你咬敵人 如果附近有怪物的話 它會幫你攻擊怪物 好 那我們先把困難度調成Bistful之後 再把它給調回來 接著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寶石 下一個寶石我們要看到的是 靈魂寶石 嘿 靈魂寶石它有的技能呢 GOGO 有..兩個技能 不要再講狗狗了好不好 不准提起狗狗 靈魂寶石呢 它有兩個技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技能 Detect 這個技能是做什麼的 來 直接對地板按一下右鍵 右鍵 你會幫你周遭所有 的生命體 給顯示出來 超猛 很漂亮喔 超猛 超猛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躲著一些人喔 有沒有 你們在幹嘛?! 大堆 你們在幹嘛 太多啦 我還是給他們一點隱私好了 我還是給他們兩點一點隱私好了 好酷喔 好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心靈.. 靈魂寶石的技能喔 再來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咧 叫做Trap還有Release 這個技能咧 其實跟我們之前玩那個模組的無限手套 其實有一點點像喔 那找到一個村民啊 一個生物啊 啊 鐵巨人好了 所以他直接按下右鍵 右鍵 你會發現 他消失了 嘿 他跑去哪了呢? 他跑到我的無限手套裡 一樣再按進右鍵 你就可以把.. 釋放出.. 欸? 鐵..鐵.. 他可能消失在我的無限.. 喔出現了出現了出現了 無限..喔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他就要一點時間 你可以把他帶著到處跑喔 就是比較方便的僵繩啦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犧牲的狗狗得到兩個能力 一個是偷窺 一個是 可以把他送到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狗狗我們永遠懷戀你 再來今天的第六顆 第六顆寶石 時間過很快喔 第六顆寶石呢 有點酷 第六顆寶石呢 我們先來看 第一項技能好了 第一項技能是 Fire Redirection 這個是什麼意思咧 我們先調整創造模式 之後呢 我們先來拿個賴達 有了賴達之後呢 我們把地上給點燃吧 然後 你可能會覺得這可能是什麼火焰防護之類 不不不 它不是什麼火焰防護 在火焰旁邊咧 我們放一隻羊妹妹喔 一隻羊妹妹 如果他夠聰明的話 他應該不會往火裡面噴 這個時候咧 我們拿出我們的力量寶石 對著一隻羊妹妹按一下 入鍵 它可以直接吸收你周圍的火焰 然後對著敵方的生物啊 把牠們那些火焰啊 往那些身上直接砸上去 或者是力量寶石的第一招 吸收周圍的火焰 我覺得這招應該比較適合 在地獄的時候去使用啦 因為地獄的時候 周圍一定到處都是火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打一些烈焰神啊 打一些東西 所以一來是可以消除附近的火焰 二來是可以當作自己攻擊的 有點像是浴火獅的感覺啦 對對對對對 好 那再來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呢 是 引爆..引爆衛星嘛 我們剛剛看過了 可以再看一下單人的引爆衛星 你們也想操作一次對不對? 好嗎? 好 那我們一樣到村莊中間 因為在單人跟多人的狀況下啊 他的流暢度會不一樣 剛剛只爆炸了一個坑嘛對不對? 對 但最理想的狀況啊是這樣 首先我們先牽回那個召喚..月亮 然後朝天上發射一顆月亮上去 月亮~~ 月亮 發射一顆衛星 有了衛星之後 我們再到我們的力量寶石 要來撤回月亮囉 And 3 2 1 Ready? 撤回! 又來囉又來囉又來囉 算多了算多了 我看炸了幾個坑 一個坑兩個坑 有兩個沒有引爆欸 最棒最棒的狀況是引爆四顆 你們引爆只出來喔 四個都爆 我引爆兩顆 喔你們四個都爆喔 我只爆了一個 喔你爆一個是不是 喔我只爆三個 喔羽毛電腦最好 好 這個引爆月亮大家看過我覺得很帥 然後再來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是BOT BOT是直接摧毀的意思 就是最直接最暴力的意思 你看一下它周圍的方塊 按住右鍵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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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個..下一個呢是POSE POSE有點像是衝擊波的樣子的 我們去找找剛剛那一隻羊好了 對啊 先進按一下右鍵 你會發現他就被衝走啊 這樣 可以衝下去嗎? 欸 可以衝到地板底下欸! 你可以把它就是..引到地板底下這樣子 喔 最後一個技能 最後一個技能是隱然 隱然是什麼意思咧? 隱然的意思是指說 欸..我們到村莊的正中間好了 好嗎? 就找一個漂亮的地方 像這邊有個小水池嘛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地方 然後..準備好了嗎各位 好 準備好了齁 準備好了就對地板按下右鍵 你會發現.. 喔喔好多粒子效果 周圍出現了一些.. 精緻的東西欸 我建議是這樣 離他遠一點 離他遠一點.. 然後在旁邊偷偷的蹲在這裡看喔 等等 等等 再等等 大概..10秒鐘到15秒鐘左右 你的地圖會被炸得連你媽都震不出來 那如果你的電腦夠好的話 當然你可以連續按住右鍵啦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就不敢保證了就是了 以上就是無限手 再配一張無限寶 其實所展現出來的所有所有的power喔 那..我們剛剛在單人的時候 不是有看到我們可以把羊駝 可以弄到地板底下嗎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在單人的時候啊 它的效能會更強更強更強 我們召喚一坨..一坨羊駝好不好 然後你們來試試看 如果是一坨羊駝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羊駝啊 黑色箱子裡面有羊駝蛋 這個羊駝啊是新生的旅行者羊駝 那..它就是長得比較可愛 是跟著旅行者一起走的羊駝 那我們就用一坨 然後之後切回我們的空間寶石的Lift 那準備好之後 就輕輕對他們按一下右鍵 右鍵 你會發現 你可以一口氣抓好多好多隻 一坨啦 有沒有 然後可以把他們通通塞進地板底下 不要啊 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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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塞下去 它變得很流暢欸 跟多人比起來 不覺得嗎? 就變得非常非常非常流暢 塞下去 它可以騎欸 好可愛喔 好啦 以上就是所有的技能的招式 你覺得一個一個塞下去太慢了 你覺得這個不像是無限手套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它少了一個 在復仇者聯盟山裡面最後最後一樣的大絕招 探手指 準備囉 And 3 2 1